我们要懂得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觉得菩萨对我们的考验 人不能做肉体和欲望的奴隶 解脱才是正道 大家知道中国有本书叫庄子 庄子里面有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能言善变的人 有一个人当年在庄子时代 他以出色的口才击败了对手 他自己很得意 但是庄子非常严肃地告诉他 其实对你自己来说 你已经完全失败了 用你的高超的变数 把别人正确的道理拨得一无是处 那个人失去了尊严和面子 他一定会对你产生记恨和忧愤 这就是断了自己的人缘 也助长了别人的报复心 所以你们很多在座的人 其实都很会讲道理 很多的母亲在家里 不停地呱呱呱呱 他讲很多的道理 这些道理不一定正确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放别人一马 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我们学佛做人 就是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 要尽力使你的每一个对手 要变成你的朋友 因为只有友爱和平和宽容 才是人类最可贵的财富啊 今天台长来看你们和你们交朋友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前年来看过你们 今天我有看到我的很多的好朋友 我非常的开心 这就是友爱 多一点友爱就会少一点愤恨 希望大家要懂得拥有人缘这个财富 有了人缘就会有财源 有了财源才能团圆呢 希望大家要有海纳百川 有永乃大 懂得孔老夫子跟我们讲的叫 忠庸之道 做事情一定要给别人留条路 也要给自己留条路 如果不给别人留条路 那就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希望你们学博人要懂得一切因缘的祈福 而不受染拙 那就是忠庸之道啊 退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